左主席 羅秘書長 黨內各位先進 在場的媒體朋友 全國的父老鄉親大家好 民進黨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大敗 執政的縣市由13個銳選為6個 為此我也率領內閣總職 負起政治責任回到台南 深入基層全心全力投入立法委員補選的工作 選舉的結果雖然保住了基本盤 但是我深刻感受民進黨的處境仍然極其艱辛 加上日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外提出習武點 不僅積極推動併吞台灣的進程 也公開言明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並沒有國民黨所稱的一中各表 並且逼迫台灣接受投降式的一國兩制 面對中國的步步軍逼台灣的處境更加的險峻 然而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因應之道 卻是競相提出要跟中國簽訂和平協議 西藏血淋淋的教訓告訴我們 和平協議沒有辦法阻止中國的併吞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要獨立自主 台灣要繼續過自由民主人權的生活 台灣不做第二個香港 台灣也不做第二個西藏 因此2020年的總統以及立法委員的選舉 至關重要 也攸關了台灣的未來 然而放眼2020年民進黨的處境 恐怕比2008年還要險峻 基層非常焦慮 擔心如果總統大選輸掉了 立法委員的席次再大幅減少 那這樣民進黨失去的不僅僅是政權而已 台灣的主權跟民主 一定會遭到空前的挑戰跟危機 回想2016年 民進黨情勢一片大 當時社會上也有許多欠盡我的聲音 但是我堅定的主張 成功不必在我 守住價值 遠比追求職位重要 全力支持 蔡英文主席競選總統 在我擔任 競選總部主任委員的台南市 但是 蔡總統的得票率高達 67.5% 全國第一 但是 站在今天 這個處境 來看 2020年的困局 有許許多多的聲音 督促我 一定要承擔責任 經過謹慎的思考 本人覺得 既然我有為民進黨 敗選 辭掉行政院院長 負起政治責任的承擔 那麼基於對這塊土地的使命 跟熱愛 我自應 更應該要有 捍衛台灣的 承擔責任的勇氣 因此我決定 響應總統太主席的號召 也回應基層民眾的期待 登記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 並且決心竭盡所能 凝聚社會支持的力量 力往狂難 天佑台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來請 您的分析 大家都會認為說 是不是在中共總統 對黨內有分裂的感覺 這個是責任的承擔 民進黨是民主的政黨 經由了民主的程序 來進行一場 超越個人 超越派系 完完全全為台灣的君子之爭 就不會有 團結的危機 反而如果有辦法進行 君子之爭的話 透過這個民主程序 更容易團結民進黨 今天早上 我有特別跟 陳秘書長 也是我們敬愛的局局報告這個事情 那當然 他知道台灣處境的艱難 他也知道 我為何出來登記 並不是為了個人 完全是因為 基層 有非常的焦慮 那擔心 民進黨 如果總統輸掉 立委的息事再大幅減少 那失去的不是只有 政權 台灣的主權跟民主都會遭遇到 空前的挑戰跟危機 我有這個責任 必須要 出來承擔 所以 菊姐也希望 這一場初選 是一場君子之爭 讓這個民主的程序 讓民進黨更加團結 也藉此機會 能夠凝聚支持者更多的力量 菊姐是同意您出來的意思 那我今天早上也有請菊姐 跟總統報告 我會來登記 參選 其實我卸任行政院長之後 就是回去看書 然後教育 好不容易 二十幾年來所沒有辦法的隧道行 其實這些生活是不錯 但是在立法委員補選出現危機的時候 左主席特別要求我 一定要站在第一線 那也因為站在第一線 很深入的跟民眾接觸 知道民眾的焦慮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不斷的累積 不斷的累積 最後兩天 最近兩天 我做最後的決定 我應該 出來爭取機會 承擔台灣持續發展 捍衛民主的這個機會 院長你剛剛提到 就是說因為中國大陸 正在提前 統一台灣的這個進程 那是不是說 你這次出來參選 也是要阻擋國民黨 他們未來可能會讓台灣 就給中國大陸給併吞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面對中國的步步進逼 台灣的局勢異常險峻 但是國民黨的因應之道 卻是競相提出 要跟中國簽訂和平協定 西藏血淋淋的教訓 告訴我們 簽訂和平協定 並沒有辦法阻止中國的併吞 這應該是 要利用初選 有機會的話要運用大選 讓更多的民眾知道 台灣目前處境的艱難 台灣應該要怎麼樣來解決 把中國步步進逼 這個就是我出來參選的動機之一 這後續啊 我對整個台灣 治國的這個藍圖 我會一一跟大家報告 院長這個時候 抛出特赦陳謙總統的議題 是不是也給蔡總統一個上手占譽 這個是我從台南市市長開始 甚至於我當行政院長 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的主張 那這個時候呢 特別感謝陳水扁總統 也反映基層的心聲 其實這個是做人的道理 因為這一場選戰啊 極其艱辛 如果我們看麻豆 郭伯文贏了三千多票 就可以看得出來 陳水扁總統跟陳志忠 他們站出來相挺的效果 我認為我公開 感謝陳水扁總統 肯定他並且傳達基層民眾的聲音 這個是基本做人的道理 其實韓國瑜的支持度非常非常高 韓國瑜也喜歡武俠小說 我也喜歡武俠小說 他是百年難得一見政治的奇才 短短的時間有辦法當選高雄市市長 那在台灣可以得到那麼大的支持 其實他這一次來到台南處選 他說的沒有錯 他並沒有輸啦 他沒有輸 所以我也期待為了有機會 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上面 我們彼此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然後贏的人帶領台灣往前走 好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初選當然是有輸有 如果今天我們最後是由太太太勝出 你願意擔任這個副總統的角色 來輔助他走向勝出嗎 我權力就是民主的程序 就是輸的人一定要支持贏的人嗎 這個才是君子之爭 這個也才符合民主的精神 如果我當然希望能夠爭取到 國人的支持 那我有機會帶領民進黨 然後打這場選戰 能夠帶領台灣往前走 如果說我初選輸掉 那當然就是要支持蔡英文總統 這自不代言 市長請問一下 您現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有提出比較倾向內閣制的憲感 那您如果 可是您又繼續參選總統 這會不會跟他有所違和 那如果您當選總統會進行憲感或政府提示改革嗎 這部分我後續會找時間跟大家說明 大家誤會了齁 其實雙首長制 他也有國家 他的國會議員是兼任部會的首長 請教一下 你剛剛提到說 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關於特色阿比任性 假設你通過了初選 但最後也選上了總統 特色阿比會在你的任內來執行嗎 這個是屬於總統的執權 這是屬於總統執權 那我過去本來就主張 阿比呢應該要得到特色 不管我擔任什麼樣的位置 這樣的想法不會改變 院長青脈配有可能嗎 陳青脈生事也蠻好 好 可能你們沒有問題了 好 我們就回答到這裡 好 謝謝 您要說您出來登記參選 是受到國主席的討招 他是怎麼樣討招的問題 謝謝 院長決定參選第一個跟誰報告 第一個跟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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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沒聽到 大家都沒聽到 他還沒聽到 他講什麼 一定要先爭取他的同意阿 他當然也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說明阿 就我太太而言 他當然希望我先任行政院長之後 就能夠過退休的生活 那你怎麼說他的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報告的這些內容 是左主席勸進你的嗎 是左主席勸進你的嗎 是嗎 沒有 左主席勸進你的嗎 是左主席勸進你的呢 是左主席勸進你的 可是你能不能夠